看你这样的农村人 我就烦气 我撞你一下怎么啦 对不起 车你砸了你心的 嗨 我是大叔军的朋友阿谦 当有人开车门撞到一位农村阿姨 非但没有道歉 反而辱骂对方 看到这一幕的路人会怎么做呢 没看到这有车啊 我说你不长眼怎么啦 真对不起 我没看着 你淋个破菜在这干什么 对不起 你没看到这有车 你别走 来 你别走 你没看到这有车 对不起 我 你急着走什么 我说 你说你要眼不好 你该管你了 管你了 应该就管你了 不是 你说你跟农村淋下 破菜在这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眼神不好 你就别出门啊 你在干什么 真对不起 不是 这不干你事 我说他我在这 你事 他管你事吗 他说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 你就不应该从我这走 干嘛 路也都可以走 也凭着不能走 农村人气 你瞎车 你不想看活了 有没有人 你瞎车 你这从谁说滚 我跟你说这个事 你还得跟人家说对不起来 人家总差都一红红豆 你这个车挑战就有力了 你这个车 什么车会咋事 周平谁不恶心 你这样农村人 看你这样农村人 我就烦气 我撞你下怎么了 对不起 我 行了 兄弟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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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是什么 人做的太容易了 他说不该你 你们事吧 不该我 人家欺负他 他开个车就聊 还聊不起 我一走开 没车 你还是要去放去吧 我说你卡的时候 什么事 我说你都把人手都卡红了 我一直说你这 我看你个什么车 你的车是几个钱 车 你砸了你心 不容易 也不至于 至于就给人撇了 来 车 站起来 让他借 你能好好说吗 你大姐 现在没事 至于吗 你没事吧 你真没劲 也没事 你要一种大事物 你能不能说好吗 自己没什么好说 你没事 我让你走一走 你好 我们是新媒体大树军 然后刚才在拍一个暖心视频 谢谢你啊 大哥 你们有没有拍视频 这车军在这给你拍了 谢谢你 是 严们儿啊 谢谢你们啊 你爸在前面等你 打个电话 站住 当亲眼目睹有人诱拐孩子 大家会怎么做呢 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树军 回复打拐 收看精彩节目